大家好 我是朱鎮鮪 今集飛躍演奏香港的室內樂101 為你介紹的是56789重奏 作曲家的創作慾望是無限的 他們總會想到如果有更多的聲部 就可以做到不一樣的效果 所以我們會見到更多聲部的室內樂演奏組合出現 五個人可以怎樣玩 最簡單就有演奏四重奏加一個鋼琴變成鋼琴五重奏 這個組合在浪漫時期其實是頗為流行的 另外我們一路較少提及的木管和銅管樂器 都有兩種常見的五重奏組合 分別是由長笛、單黃管、雙黃管、圓號和巴重管組成的管樂五重奏 以及由兩支小號、長號、圓號和大號組成的銅管五重奏 相比其他組合較少所謂大作曲家為這兩個組合創作音樂 但今時今日都有不少管樂好手組成管樂或銅管五重奏 而飛躍演奏香港亦都成立了非凡管樂派管樂五重奏 以及非同凡響銅管樂五重奏 以推廣這兩種室內樂演奏形式 不過古典音樂最出名的一首五重奏 反而是一個很奇怪的組合 由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、低音大提琴組成的鋼琴五重奏 這首就是舒伯特的俊宇五重奏 一聽你就會知道哪首 我們聽下由小提琴家Clara Dumi-Kahn 中提琴家Paul Neubauer 大提琴家Garrett Hoffman 低音大提琴家張達岑 以及鋼琴家佐章 為我們演奏這首耳熟能詳的《遵遇五重奏》 詞曲 李宗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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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詞曲 李宗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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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大提琴家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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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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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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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